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我们 全链路UIU1课程里面的AI软件基础部分 图形绘制以及变形以及路径查找器 我是他哥哥老师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讲到的一个软就是咱们的课程内容的话是软件的一个大概的介绍 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会给大家去说明一下我们AI这款软件跟我们PS软件的一个一同 他两个在分别制作不同类型的一些设计的时候 他俩的一些优缺点这个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去说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位图跟矢量图的一个区别 位图和史料图这个概念的话在咱们以后的一个设计过程当中尽量会被提及到 也就是说咱们会在这节课的一个课程的内容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说明一下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基本图形的绘制以及颜色填充 也就是我们AI这款软件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操作 这个其实咱们有了PS这样的一个操作软件的一个基础 这情况下的话咱们在讲AI这款软件其实是特别特别容易上手的 然后第四点然后基本图形的通过变形制作新的一些图形 这是我们第四个 第五个就是通过路径路径查找器 形状模式的进行组合新图形 然后第六个就是描边转为我们图像 也就是我们填充的一些方法 然后首先重点需要大家去掌握的就是咱们本节课程的话 就是咱们PSAI两款软件的一些优缺点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一些常见的一些案例 这两个案例的话咱们需要大家去用到我们的一些基础软件部分 就是咱们的软件操作部分 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一些路径选择工具了 你直接选择工具了 这些在我们这里跟我们PSAI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在多次复制的时候 它其实方法是跟我们PS也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路径变形 然后路径变形的话我们这里是通过咱们的小白工具 去选择单个的毛点或者多个毛点进行一个拖转 进行的一个变形 这一点的话其实是跟我们PS里边的小黑小白是类似的 然后路径查找器 路径查找器的话咱们在这里 今天的课程里面会给大家讲到一个叫分割的一个内容 分割的话其实在咱们很多时候就比较常用的一个 因为在这个的话它的一个概念的话没有那么复杂 就不会说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概念不好记忆干嘛的 而这个在使用起来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分割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些就是用描边去绘制一些基本的一些图形 然后这是我们大概的就今天大概的一个课程内容